2018年的华表奖颁奖盛典典上 陈当明和张子怡两个人作为颁奖嘉宾 本来呢只是需要简单的走一个片头 结果在张子怡显摆一样的注重自身德国 三次华表奖后 陈当明忽然访问到 他华表奖与大学生电影节两个荣誉奖的差别 下面的情节啊称得上难开名场面 完全撕下了张子怡大牌天后的面具 那么华表奖就不用再多说了 不行必须得说 他就是最厉害的一个奖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那必须由您来说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肯定知道 我就把这机会留给您 知道那你就说出来 应对陈当明的难题 张子怡废话连篇答非所问 如何也说不出个缘由 就是不正面回答陈当明的问题 但陈当明显然意见 不愿意忽略他 公然不断质问 坚持不懈要让张子怡做出回应 这时赛场下各大牌明星的小表情 接难人询问 当时的场面 小编相信 如果地面上有一条裂缝 张子怡恨不得钻进去 张子怡被问起无言以对以后 乃至还尝试卖蒙混过去 得了三次奖 就说不出来这一奖和别的奖的差别 与实际意义 张子怡真是让陈当明给公开处行了 过后呢 很多人觉得他是陈当明 有意在为难张子怡 也有人觉得 这就是事前准备好的剧本 两个人只是在拍戏而已 但我觉得 这实际上是陈当明在文化教育张子怡 最终还是陈当明给大家 科普了花表奖的意义 花表奖是咱们国家对于 咱们电影人最大肯定的一个奖 所以这个奖对于咱们国家来讲 代表咱们国家层面 对于我们电影人辛勤工作和劳动 国家始终是记者的 国家始终是支持的 所以这个花表奖 其实是电影作为国家层级上 最重要的一个奖项 花表奖作为在我国官方网举办的荣誉奖 意味着在我国对电影产业 以及影视人的高度重视 结果四次候选人三次获奖的张子怡却答不出来 这一奖有啥实际意义 陈当明便是想让张子怡 记牢这难堪的一刻 别忘记我国开始这一种预奖的初心 其实陈当明之前呢 他就以爱港今夜这一难题 抨击过很多说白了的小鲜肉明星 他称这些人啊 把一点点跌伤或者冬季泡肠 夏天穿棉袄这类老戏骨见怪不怪的物品 用来蹭热点还称作爱港今夜真是 在和李成如合作的一场戏中 那场戏李成如要掌握陈当明 演戏演戏就是要演嘛 李成如也是假装打上去 暗地里并没有用力气 导演没有说什么 陈当明不高兴了 对李成如是一顿数落呀 演员既要演好戏 就应该真实的把人物的情感表达出来 该打的时候一定要打出来 最终我这个人物欺负你妹妹 你就一点也不愤怒吗 李成如也是很佩服陈当明 再次演的时候也是实打实的战 如今已经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委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逐渐退居二线把舞台让给了年轻人 对于陈当明这个人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